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外交部發言人又再掀起口水戰 今次的主角輪到華春瑩 她早前在Twitter上發布了一條短片 聲稱有意大利人站出自己家陽台的樹 唱起義勇軍進行曲禮 同時有很多民眾紛紛鼓掌 高叫多謝中國的口號 意大利外長迪馬約看到這宗消息以後 馬上作出嚴正的駁斥 她指責對方在放流料 而且意大利還有其他緊急狀況和問題需要處理 她敦促北京當局應該要儘速停止 散播流料的行為 當然我就傾向相信意大利外長迪馬約多些 實情人家面對著這種嚴峻的情況 還哪有這麼多閒情日志去多謝中國 多得你不少 除了華春瑩外 還有一位非常傑出的外交部發言人 就叫做趙立堅 原來她上場玩Twitter都不得已 對於一些自己看不順眼的外國政要 還要將她屏蔽 最新遭到趙立堅屏蔽的 就是美國參議員霍利 George Hawley 她說 我很高興地報告 這位中國外交部的小丑 將我屏蔽了 因為我敢於挑戰她 有關美軍來源論 這個明目張膽的謊言 事實上 大陸就是向著她的國民和世界說謊 他們是需要負責的 這就是George Hawley的反擊 因為她去留言挑機 遭到趙立堅的屏蔽 後來中國駐哈薩克大使張蕭 加入了這場口水戰團 她在Facebook說到 初期你們在做什麼呢? 仍然醉心於地緣政治遊戲和唱衰中國 你們美方浪費了中國用生命為世界上所有國家 包括你們美國在內所贏的寶貴時間 現在美國缺乏手套、試劑和其他物資 甚至股市有急錯 難道這些全部都是中國的錯嗎? 現在是時候給美國選民和國際社會一個交代了 你們美國到底隱瞞什麼呢? 這些就是擺明挑機 先頭我們就報道過 中國青年報這份官媒 曾經出過一篇文章 叫大陸的自媒體和營銷號 不要妖魔化外國 我們一早就研判了這一類文章 純粹擺下姿態 為了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長子唐立德的駁斥 擺明就不反映主旋律了 因為外交部發言人一而再 再而三、揭而不捨地對美國作出這類挑機言論 很顯然是受到默許的行為 目的無非是為了幫中國推卸責任 而且在世界各國要為中國建立一個恩主的形象 創造一種全世界人民都在多謝中國的氛圍 至於趙立堅在Twitter上 屏蔽了美國參議員霍利這個行為 明顯地就是有損外交禮儀和欠缺風度 你身為外交部發言人 有什麼可能看不順眼別人 走上門留言問你幾句 馬上將人屏蔽了他才行 你畢竟都是官方人員 況且人家霍利又是民選參議員 人家是有民意基礎的 是能夠反映到民意的 你將人屏蔽了他 豈不是聽不到美國人民的聲音 只有你罵人就沒有人問你 這樣封來封去 遲早趙立堅就會變成獨家村 接著我們就看看英國的情況 英國首相約翰遜想搞所謂群體免疫法 這個辦法遭到很多人質疑 到底你這樣做會不會是一場政治豪賭呢 目前英國仍然採取五毛措施 我們之前也說過 哪五毛呢 就是沒有關閉學校 沒有關閉餐館 沒有禁止體育賽事 沒有禁止大型集會 沒有作出任何入境管制 這五毛措施當然使得很多 在英國居住的香港人 和香港的留學生大為緊張 於是紛紛買天價的機票回來香港 當然這一種所謂群體免疫法 有很大的漏洞 但是英國衛生大臣夏國賢 就說 群體免疫法只不過是科學概念 這不是一個目標或策略 更加不是英國計劃的一部分 不過英國政府的首席科學顧問就說 他估計若然社會上長遠有一定的人數感染了 而且又能夠產生抗體的話 將會可以保護到社會 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 當然這一種說法惹來了各方的批評 但是我們目前官乎英國政府的策略 他的所謂防控措施 真是無謂而致 真是採取五毛措施 我們見到就算美國也不會用這些措施 例如說在洛杉磯 所有的酒吧和夜總會就要全線關閉 不過仍然可以售賣外賣食物 至於餐館和餐廳 都要全線關閉 不過都可以售賣外賣的食物 至於娛樂場所 包括劇院 現場表演的場地 保齡球場和體育館等等 就一律關閉了 另外健身室都要全線關閉 至少別人做到防控措施 也算是做了些事情 至於英國又如何呢? 真的非常消極不作為 跟林鄭初期的態度一模一樣 原來這種叫群體免疫法 當然我在網上觀察到白票之友 發表了一些文章 就說不是台灣的圍堵政策 就對 台灣的圍堵政策 當然可以使得個案數字非常低 但英國手上約翰遜的防控措施 都未必錯了 我們不應該要求所有國家 都跟隨台灣的做法才為正確 這樣就會令我們的思維很危險 他在說這些說法 首先我不是說台灣的方式一定正確 但台灣的這種方式有效使得爆發不斷延遲 不斷拖延下去 這種圍堵政策有效之處 在於可以為科研的團隊去買時間 即是所謂Buy Time 在這段時間裡 他就可以盡量研發一些針藥 比如說有治療功效 有防疫功效 他就可以在這段時間裡去做 但是在台灣來說 這樣的方法 圍堵政策 就不會使得醫療系統 是癱瘓 甚至乎崩潰 但是約翰遜這種方式是很危險的 他是在打倒幾樣東西 第一他就以國民的生命作為賭注 這樣就已經是非常錯了 為什麼他不試一下用這種圍堵的策略呢 用圍堵的策略起碼可以買到時間 第二件事就是 你現在所謂的群體免疫法 其實也是在賭博的 群體免疫 即是假設一定有抗體 誰告訴你一定有 目前我們太多未知之數 太多灰色地帶 我們都未能摸清 你假設這件事 就算是流感 打的那些針 都是一定時間之內有效 連年都要重複打 流感的防疫針 更何況現在我們掌握到的資料非常有限 你為什麼可以在目前這個時間 就作出了這個打倒呢 會不會太早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怎麼確定得到 英國的醫療系統 能夠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都能夠負荷得來呢 萬一出現像意大利那樣的情況 怎麼辦 這些完全就是妄顧市民的安全 還有 你都未算有機會可能變種 一旦出現變種的時候 又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而且科研人員又需要更多的時間做準備 我沒有說台灣那種方法一定好 就是全世界最好 但是 似乎英國目前這種手段 不見得是高明得多 當然我不是說他一定錯了 可能被約翰遜一下打中了也不一定 六合彩每次都有人打中 就算劃研率再低也好 還有打中的機會 但是 六合彩買不中 就自己損失二十元雞 你這次約翰遜這種無為而至的方法 一旦不中的話 後果是不堪設想 所以英國當局真的要反覆思量才好 到底是否要採用這種概念呢 他們說不是方法或策略 是很多辯駁 是否要用這種概念呢 至於我發現得到 那些白票之友 其實都是一種採取反主流的態度 來寫東西 反正主流說批評約翰遜的方式有問題 他們就不斷支持約翰遜沒有問題 總之主流說要寸土必爭 要搶攤功能界別 他們就說要投白票 又說不要選舉等等 他們這種取態 無非是為了爭取光譜裡頭最偏激的那群人的支持 現在就真是一清二楚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